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内部动荡的交织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领袖的崛起 如何塑造帝国的命运 当然可以 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河 探讨那些塑造帝国命运的领袖们 以及他们如何在风云变幻中崛起 首先 我们不得不提到亚历山大大帝 这位年轻的马其顿王子 在短短的十几年内 便将自己的帝国扩展到希腊 埃及 甚至印度 他的成功秘诀之一 就是快速决策 与灵活应变 想象一下 如果亚历山大在战场上犹豫不决 可能就会被敌军的快递送回家 相反 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 做出果敢的选择 甚至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 也能以出其之胜的策略赢得胜利 再来看看罗马的凯撒 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 还是一位政治家和演说家 凯撒的名言我来 我见 我征服不仅是他征战的邪照 更是他在政治斗争中 迅速崛起的秘诀 想象一下 如果他在演讲时说 我来 我见 我 再想想 那罗马的历史可能就会大相径庭了 当然 领袖的崛起并不总是顺风顺水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秦始皇 他通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 但他的统治方式却是铁腕政策 他不仅修建了万里长征的长城 还发明了焚书坑儒的新玩法 虽然他成功地统一了中国 但也因此留下了不少历史黑点 如果他能多一点幽默感 或许就能赢得更多人的心 而不是让后人对他又爱又恨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现代领袖的崛起 比如 马丁 路德 金 他以非暴力的方式 推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他的演讲 我有一个梦想 不仅激励了无数人 也让他成为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 想象一下 如果他在演讲时说 我有一个计划 但我还没想好 那可真是让人捧腹大笑了 总的来说 领袖的崛起 往往与他们的决策能力 应变能力 以及与人民的关系密切相关 历史告诉我们 领袖不仅要有远见着实 还要有幽默感和人性化的一面 毕竟 谁不喜欢一个能让人发笑的领袖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战争与和平 冲突如何影响帝国的边界 当然可以 战争与和平的主题 在历史上 一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尤其是 当我们谈论帝国的边界时 想象一下 古代的帝国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拼图 每一块都代表着不同的领土 文化和人民 而战争往往是那些拼图块之间的调解员 他们通过冲突来重新定义边界 甚至改变历史的进程 让我们从罗马帝国说起 罗马人以其强大的军队 和卓越的工程技术而闻名 但他们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公元前一世纪 凯撒大帝通过征服高炉 经法国来扩展罗马的边界 结果不仅增加了领土 还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 想象一下 凯撒在战斗中大喊 我来 我见 我征服 而他的士兵们 则在一旁默默想着 我们能不能先吃个午餐再打仗 然而 战争的影响 并不仅限于领土的扩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罗马帝国的边界 也经历了多次受缩 公元五世纪 随着蛮族的入侵 罗马的边界开始崩溃 可以说 战争不仅是帝国扩张的工具 也是其衰落的催化剂 就像一位老年人 试图在健身房里 重拾年轻时的身材 结果却发现 自己只能在沙发上看电视 再看看奥斯曼帝国 这个帝国在其巅峰时期 横跨三大洲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部的冲突和外部的战争 使得它的边界不断变化 19世纪的巴尔干战争 就像是一场边界重塑大赛 各国争先恐后的 想要从奥斯曼帝国的蛋糕中 分一杯羹 最终 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被重新划定 留下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直到今天 仍在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局势 当然 战争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和平时期的外交 贸易和文化交流 同样会影响边界的变化 比如 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各国通过谈判 而非战争来 重新划定欧洲的边界 想象一下 外交官们围坐在一起 像是在进行一场边界拼图比赛 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 能得到更多的拼图块 总之 战争与和平在历史上交织在一起 塑造了帝国的边界和命运 每一次冲突和和解 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影响着未来的走向 就像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但他的课本 总是充满了战争的插图 希望这些故事 能让你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有更深的理解 同时也带来一些轻松的笑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边疆的挑战 外部威胁与内部动荡的交织 在历史的长河中 边疆的挑战总是如同一部精彩的连续剧 情节跌宕起伏 角色众多 外部威胁与内部动荡 交织成一幅复杂的画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顺便加点幽默 让大家在思考中轻松一笑 首先 边疆的外部威胁 往往像是邻居家的小孩 时不时就来捣乱 比如 古代的游牧民族 总是对农耕文明虎视眈眈 像是隔壁的孩子 总想借你的玩具 想象一下 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 结果一群骑马的邻居突然闯进来 抢走了他们的粮食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而内部动荡 则像是家里的小争吵 虽然不至于让人失去理智 但总是让人心烦意乱 历史上 许多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 内部的权力斗争 往往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比如 某个王朝在抵御外地时 内部却因为全臣的争斗 而分崩离析 简直是敌人味道 内斗先行的经典案例 有趣的是 边疆的挑战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 还是文化的碰撞 想象一下 两个文化背景 截然不同的民族 在边疆相遇 最开始可能是剑拔弩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可能会互相学习 甚至形成新的文化融合 就像是两位厨师在厨房里 最开始争论谁的菜更好 最后却一起做出了 一道美味的融合菜 当然 边疆的挑战 也给我们提供了 许多反思的机会 历史告诉我们 面对外部威胁 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是至关重要的 就像一支乐队 外面的音乐在美妙 如果乐手们各自为正 最终演奏出来的 只会是一场噪音大赛 最后 边疆的挑战提醒我们 历史是一个 不断循环的过程 今天的边疆问题 或许在几百年后 也会成为后人 茶余饭后的谈资 希望大家在面对挑战时 能够以历史为鉴 既要有勇气 面对外部威胁 也要学会处理 内部的纷争 毕竟 生活就像一场边疆的冒险 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挑战时 不妨想想历史上的 那些边疆故事 或许会让你在困境中 找到一丝幽默与智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河 探讨那些影响 帝国命运的领袖们 以及他们如何在 风云变幻中崛起 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 给大家带来一些 启发和乐趣 我们聊到了亚历山大大帝 凯撒和秦始皇等历史人物 他们的决策能力 和人际关系 塑造了他们的命运 接着 我们讨论了战争与和平 如何影响帝国的边界 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 再到维也纳会议 历史上的每一次冲突与和解 都如同拼图一般 重塑了国界 最后 我们深入探讨了边疆的挑战 外部威胁与内部动荡的交织 让人忍均不禁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 历史不仅充满了严肃的教训 也藏着许多幽默和智慧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的历史课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启迪 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认为历史上的哪个领袖 最能代表你心中的理想 或者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挑战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 期待与你的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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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